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专题以外需要交代的问题统一放到今天来讲 所以今天这一讲很重要 我们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我们的序论分成几部分 我们先来看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一段话 他说如果北京想变成纽约 一百年就可以了 大家把纽约变成北京一千年也做不到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呀 北京的硬件现代化程度和纽约差距 但这个呢只要有钱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投入提高 就可以赶得上 其实我觉得北京和纽约的差距 用不了一百年 但是要把纽约变成北京 别说一千年 两千年才也做不到 北京比纽约领先的地方在哪呢 就在他是一个有历史极淀的文化古城 这种文化的积累 北京有几千年了 美国建国泰尔德多年 再过一千年 他的话今天就够了吗 还是不行 这里说的就是文化的差距 那么另外一个美国人 亨廷顿教授 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学者 他提出上个世纪 93年时他提出 21世纪的国际冲突 将固紧归于文化冲突 这是他的意思 人家的话题大概意思 那我们知道现在国际冲 有很多种 什么江土 领土问题 民主矛盾 增多资源等等 但他说 最后归到最后 都是文化重团 这观点呢 虽然不一定大家都接受 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文化 在不同背景的人群之间 它是一个需要交流 需要共同的重要方面 他越来越对后来 人们的交往 生活 生产发生影响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讲要讲三个部分 就是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是文化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先了解一下 它定义 它指什么说呢 第二呢 文化的划分于结构 结构怎么划分 第三个 中国传统化的特点 第三个问题呢 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那么我们要讲文化定义 文化中央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 这么三个问题 关于文化的定义 有人分析了 就是收集了一些定义 结果呢 有人做了统计以后说 关于文化定义 有二百六十多多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选择一下 我们用哪一个呢 我采取了一个 我们中国人常用的方式 查了一下思海 思海是这么说的 他说广义的文化是指 人类在社会实现过程中 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 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 指精神生产能力 和精神产品 包括一些社会意识形态 意识形式 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 社会意识形态等等 分成广义和狭义两部分 如果按照广义的定义来讲的话 就是说 它包括物质财富 精神财富 那么人类创造的财富就这么两类 也就是人类创造的所有财富 都是文化 当我们说所有财富都是文化的时候呢 可能反而觉得很模糊 都是不具体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定义 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诗之于龙统 那我们再用一个定义啊 来参照一下 美国学者泰勒 在他写的原始文化中呢 有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 是认可度比较高的 在这二百六十多个里边 认可度比较高的 他说文化是一个符合的整体 其中包括知识 信仰 艺术 道德 法律 风俗 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 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 这个具体了 你看 知识 信仰 艺术 道德 法律 风俗 还有个人的能力 习惯 都是文化 但是正因为它具体了 它就不那么准确了 因为它隶属了这几项之后 不可能列举所有的人类创的财富 它又包容性不够 第一个定义比较准确 但是比较笼 第二个定义比较具体 但是不够全面 我们把两个定义参照一下 就应该对文化呢 有这个大概的认知了 还有个方法 帮助认识文化 就是我们先知道什么不是文化 那么此外的都是文化 对吧 这个方法呢 就非常简单了 用几个字来概括 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自然的人化 自然界 纯自然界 没有人的影响 人没有留下痕迹的自然界 原生态的自然 那里面有文化 只要有了人的痕迹 有了人的这个 这个 影响 就等于出现了文化 我们 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你去做原始森林 走到很深很深的地方 脱离了现代社会 那里没有任何人的痕迹 除了你 就是大自然 你可以说没有文化 但如果这个时候 你在脚下 突然发现一块石头 而这个石头呢 绝对不是天然形成 你比如说上面 这个有 智慧动物 打磨过的痕迹 它不是说比如三崩地裂 自然这个碎裂 才成立形状 打磨过 说明什么呢 在很早以前 这里曾经有过人 或者在这里居住过 或者在这里经过 留下了他的印记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我们发现了 古人类文化遗址 但凡有一点点痕迹 就叫文化 按照这样的说法呢 我们周边啊 有完全人化 也就完全文化 比如我们这个房子 方方正正的 是经过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是经过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画在图纸上 再经过建筑 把它按着草图收起来 是人手造出来的 最原始居住在洞穴 洞穴是没有文化的 洞穴本身 如果不算住在里边人的遗迹的话 就洞穴本身不是文化 那么我们到森林里去看到花草树木 原生态 那个不是文化 但是校园里 铺的草皮 栽的树 就是文化 叫园林文化 是经过设计的 草皮统一 统一的草皮 树呢 统一的树种 割几米一棵 同样树林 有的还有经过修剪 树灌都一样的 比如咱们东郊区 图管门青城道 两边的树呢 都 剃成平头 树墙 是吧 凡是经过人手加工的 就叫文化 所以文化 无所不在 我们每个人 就被禁运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里 为什么中国人和外国不同 是因为文化不一样 你说的文化熏陶不一样 如果说 我们做什么事要服务国情 什么是国情 最根本的国情 深入人心内部的 就是你的文化 一件事情符合国情 就是能不能符合你国家的文化 那么文化无所不在 像阳光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 但是我们却不一定知道 可能感觉不到 四面说一件事 我开这份课 是起源于90年代 我这份课最早是95年开的这个课 大概93年前后 92年93年代 当时咱们学校的有两个意大利留学生 其中有一个18岁小女孩 她先从意大利去了美国 学了一年英语 又从美国来咱们阳神大学 学了汉语 有些人笑容里碰上我 她就说 老师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你能不能教教我 我说你怎么 突然想学中国文化 她就说 我从美国到中国来 一进入中国 就感到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 我就痴迷了 我就非常喜欢了 我就问她 我说你到美国没有这感觉吗 她说没有 美国没有文化 为什么 一个 跟大家差不多年龄的 意大利女孩的东过来 能感觉到浓浓的 国华氛围 而再度各位 你们感觉不到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 酒居知难知实 不闻其香 是说 你 在一个 养着 芝兰这样的香 发出香味的花 在房间里待得久了 你闻不到花香 你习惯了 对吧 你家养了花 你一份闻不到花香 你的朋友来一门 哎呦 你家这么香 不是 我都没觉得 习惯了 文化也是如此 你在这个国家 待时间长了 从而长大 一切都很正常 都很自然 就应该如此 他要不这样 反而不对 所以你看不到 一个在完全不同背景下 伸张起来的人 进入我们国家 就立刻感觉有差异 这是文化的差异 那么关于文化无所不在 我给大家先传几个例子 看看我这件衣服 我们这件衣服呢 这个扣子 钉在右边 扣眼开在左肩上 是吧 所有男同学都和我一样 所有女同学都是 反过来 当然拉脸就别看了 大家就会是这样 就这样 我们一般习惯用右手 那么记扣呢 一般是用手拿着扣眼 去找这个扣 对吧 没有拿着扣 找扣眼 所以 女同学们 女士们穿这衣服 扣眼在右边 扣在左边 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为什么男士都要反过来 因为男人的衣服扣啊 是由女人给扣 男人出门了 女人拿着衣服 男人一扇手 这叫一来伸手 一穿上 绕过来 到男人面前 他用他的右手 拿着我们的左衣 就是去找右边的扣 这个是给女人设计的 那么中国呀 自古以来 讲男主女卑 在服装上 也留下了他的痕迹 对吧 当然了 四十年以后 新中国建立了 男女平等了 女人不给男人记扣了 这就逼着我们男人都学会了 用左手机口 那么其实生活中啊 这种人这话我所不赖 比如说 这个 粗俗一点啊 中国人骂人呢 叫博骂 这博骂一骂 就是骂呀奶奶的啊 外国人不懂 中国人骂人都跟性有关 其实啊 这就是中国文化中 留下的东西 关于这个 这个东西啊 我们会在以后讲到 我们讲的 加的宗法之头 时候 告诉大家 为什么是这样 好 我们往下来 文化多样性 由于 生活生产的区域不同 方式不同 会有不同的文化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农耕民族的文化 埃子 巴比伦 印度 和中国 那么在这些地方呢 产生成农耕文明 为什么是农耕文明呢 我们知道 最早的一批人 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时候 他们寻找自己生存的 这个适合的区域呢 首先要考虑有淡水 所以这些地方都是靠着 大江大河的 大家看中国呢 这个区域 是黄河 长江 是吧 我们很多古文类 古文类遗址 都在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那么印度 有印度河 鹏河 巴比伦呢 就现在伊拉克这个地方 它叫两河流域 又发拉比河和底部里斯河 埃及呢 埃及什么河 靠着大江大河 便于生存 对吧 那么这些大江大河呢 它的下游 往往会形成啊 土质肥沃的冲击平原 再加上灌溉方面 适合农耕 所以他们都是农耕民族 靠种地 为什么 后来呢 随着呀 人类生活区域扩大 资源越来越不够了 开始向一些个 远离河流地方 去伸展 当然这时候 人的生存力比较强了 有的或许 比如说大井 或许地下室 这种方式啊 于是呢 出现了 在比较 贫瘠地区啊 这些游民族呢 游民族呢 他们所在的草原地区 往往 虽然水源不是很充分 但是呢 有大面草场 不过那个土地贫瘠啊 不适合农耕 只适合那些个 生命一极其 完成杂草生长 这些杂草呢 不能拿来果腹 但是可以呢 放过牛羊 所以他们放过牛羊 再吃牛羊肉 是吧 用这种方式生存 就产生了 游牧民族 还有呢 就是 商业民族 大家看这个图上 从中国 到中东 到欧洲 原来有条丝丝丝路 我们的图上没有画 大家都知道 那个位置啊 丝丝丝丝路 从中国一路向西 当到达中东地区 就是两河流域的地方 再往西区 就欧洲了 随着欧洲民族 兴起 东方和西方 开始进行商业 往来 进行沟通 中国的物品 一直运到 一般运到中东地区啊 就交给当地人 由他们接力 再犯到欧洲去 欧洲后也是啊 到中东呢 交给中东商人 由他们来犯到中国来 所以中东就成了一个 东西方贸易的 转介点 当地人就靠 做双方的贸易差额 来生存 就成了商业 大家看 从中东再往西走 欧洲和非洲 包裹着地中海 地中海南岸呢 是非洲 北非 北岸呢 就是欧洲了 由于地中海啊 在两个大的大洲包围之下 所以呢 风平浪静 很少有什么海啸啊 什么巨峰这类事情 非常适合周船来往 所以沿地中海岸国家呢 在古代就形成了 进行贸易的传统 于是地中海岸国家 大多也都是属于商业 商业民族呢 就有一定冒险精神 因为做商业本身呢 就有风险 投资取利 也可能大赚 也可能大赔 是吧 所以农耕民族 比较稳妥 一般来讲 是避险求稳 油民族呢 他们经常出于流动中 所以啊 他们一般比较强悍 这个 中国古代呢 这个战争 大多来自北方的油民族 对中原地区的强流 比较善战 从中国 他们一路打到欧洲去 很善于作战 那么商业民族呢 就敢于冒险 敢于尝试啊 别人不愿意尝试的事情 比如说 这个美洲的发现 也是源自于欧洲人 跨越大洋的冒险去探险 这种探险精神 来自他们的生活习惯 他们的文化背景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三个问题啊 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叫做 中国传统文化 怎么界定 我们用三句话 来表述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句话就是 在地狱上 陷于中国境内 世间上 以古代为主 他的创了主体 是中华民族 但是讲了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历史 这文化在历史中 积淀下来的嘛 我们还应该知道一点 就是中国的版图 不是从古之今 就这样子 它就有变化 在历史上 那个版图中 发生的事情 积累起来的东西 都是中国文化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文化的结构 文化呢 如果不加以划分的话 就很难把它写到书里 已经整理 也很难像我这样 这课堂给大家讲 划分的时候 就有个结构 怎么划分呢 我们谈谈划分标准 我们谈三个问题 一般的划分标准 我专门解一下 二分法 三分法 四分法 还有我们 以后要 从专题来讲 来整划分 关于一般的划分标准呢 是这样 它会按照 时间 空间 信仰 适用人群 自由供应 等等 不同的标准 来进划分 比如说 按时间划分 有古代文化 有现代文化 按照空间划分 有外国文化 有中国文化 在中国内部 还可以划成 巴蜀文化 金楚文化 燕照文化 齐鲁文化 按地理划 咱们秦皇岛 应该属于哪块啊 燕照文化 古代燕国所在的 燕山脚像 是吧 按照信仰 比如说 我前面说那个亨廷顿教授 他就认为啊 可以把世界 按照信仰 画成三大 人群 三大画圈 以欧美为代表的 基督教文化圈 是以基督教文化 为背景 中东地区国家 叫做伊斯兰教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 叫做儒教文化圈 我们后边会有一讲 中文讲的儒教 我得先说一下 儒教呢 应该叫儒学 它不是宗教 是有学说 但是 无论国内国外 都很习惯叫做儒教 咱们说三教九流 三教就是儒教 佛教 道教 因为他的信仰啊 对儒学的信仰 在中国人是根深蒂固的 对孔子的推崇 像推崇教主一样 所以呢 也类似宗教 国外宗教 当然我心里应该清楚 它是有学说 不是有宗教 按照适应人群 有贵族文化 有平民文化 有居民文化 哎 这就不一样啊 关于社会公用呢 就这个儒化现象 干什么用 比如说 我们刚才写的房子 各种不同福根建筑 把它进行比较 这个叫什么 建筑文化 这个树怎么摘 草皮怎么贴 怎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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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景致吧 造原这种景致 造原的文化 我们怎么穿衣服 穿什么衣服 什么样式 是吧 是西装 还有糖装 是吧 做的糖装 古人穿什么 叫服饰文化 吃什么怎么吃 叫饮食文化 这就是公用 那么我们下面 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啊 按逻辑层次化分的观点 也就是 二文法 三文法 和四文法 什么叫 二文法呢 就把文化分成两个层次 气务层和心理层 这个气务层啊 对应着我们前面说过的 物质 物质 这个 我们说 文化不说过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吧 物财富的一块 看那些摸得着的 都叫气务层 比如丝绸文化 这个这个瓷器 还有建筑 园林 都看那些摸得着 心理层呢 是指的 不能用五官把握 只能靠思维去把握 这种无形无相 比如说 宗教信仰 当然也包括儒学 人生观 价值观 审美观 这些东西 只能靠思维去把握 我们叫心理层 大家可能会觉得 说这两个层次不挺好吗 已经包括了 那个定义中说的 斯海定义中说的 物质财富 精神财富两大类都有了 怎么会有三文法呀 人家专家呀 就是专家 人家一研究发现 还有一种西文化现象 是这两个层次包括不了的 比如说各种制度 这些制度呢 是既有心理层的因素 又有器物层的因素 比如说法律制度 要想制定一部法律 得有些大家认同的基本原则 比如说 杀人偿命 欠点换钱 大家都认同 按照这种原则来制定 如果犯了这条路 应该怎么惩处 是判徒刑啊 还是判死刑啊 那么这种大家认可的法律原则 就是观念 就是心理层的 如果有人杀了人不想偿命 官府就会派人来捉拿 上家靠 带上脚料 投入大牢 盼 秋后出宅 拉上肩冷台 拿大刀咔嚓 一刀下去 玩会儿 在这过程中 这个家靠 监牢 甚至杀人的屠刀 都是器物 没有这些东西 就没法执行法律 所以呢 它既有观念 又有器物 这是一个两者结合 所以不能归入上面 两个层次 只好单列 叫制度层 这回全了吧 专家就是专家 人家感觉还不够 还有一类现象 包括不进去 就是什么呢 就是习惯化的行为 和生活方式 叫做行为 应该单列 什么叫习惯化的行为呢 什么叫 这种习惯化的生活方式呢 比如说 咱们中国呀 有一种 其他国家没有的特殊现象 叫村运高峰 是吧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村运高峰呢 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 中国要有呢 因为中国人有观念 过年了 要回家团聚 大年三十 要一家人在一起吃一顿饺子 年夜饺子 对吧 就为了回家团聚 为了吃这顿饺子 大家不远千里万里 大戏车 急火车 要赶回去 兴奋了 村运高峰 那么 到了家要吃饺子 哎 聚齐了 吃了饺子了 在这过程中 我们看到 首先 大家都认同 那天该回家团聚 这种观念 对吧 是个犀利层的 可是你要回家呢 你得有车 你要吃饺子 就得包饺子 这就是器物 你没饺子 那怎么体现呢 但是 这两者结合 说把他归出 自助成不行吗 不行 制度 任何制度 都具有强制性 你杀人必须偿命 现在必须还钱 你不偿命 不还钱 不然我抓你 强制执行 拍摆你房产 强制执行 可是这种习惯化的行为 这种方式 不是强制性 你不能因为人不吃饺子 你就报警 警察 隔壁人家不吃饺子 大人在这儿不吃饺子 你来一趟吧 警察不管这事 对吧 所以没法不用制度 单列 这就是二分法 三分四分法 我们看了 在这里边 专家怎么怎么分 这种好的问题 好 那么 我们的划分呢 和上面都不一样 我们从下一讲开始 讲专题 这些专题呢 我也分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叫观点文化 对应了前面的心理层 在观点文化里面呢 我们要讲到 中国的民间信仰 儒学 宗教 包括佛的和道教 还有八卦五行 这些东西啊 都是靠思维去把握的 我们讲的时候 院里的岁数 在我讲的四部分里边 这个阔湖里边 列的项目都要讲到 第一类 我就不多解释了 第二类呢 叫制度文化 这个呢 和前面的制度层 也基本是相当的 我这列了三项 家族宗法制 直观制度 和科技制度 但是现在的时间 我只讲 一项 家族宗法制 有这么一种说法啊 说东方文化 以中国为了的东方文化 周边国家 和中国一样 流化背景 因为他们有 共同的四个特点 第一个 都信仰儒学 就像刚才 恒同学讲的 叫儒教文化圈 第二个 都使用汉字 这个 像韩国 日本 越南 周边这些国家 都常常使用汉字 后来才有自己的文字 还有呢 都信仰 佛教禅宗 佛教虽然来自 印度 但是禅宗 是中国同图长 我们来讲的 中国的佛教 要专门介绍禅宗的 现在世界佛教 以禅宗为主 印度原始佛教呢 已经是日渐衰微了 还有一点 就都采用中国的 典章制度 中国的制度 在周边国家 发生了巨大影响 是儒教文化圈 一个特征之一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一讲 我们讲一讲 家族宗法制 第三部分呢 我们要讲 艺术文化 艺术文化呢 可以对应那个 功能性的划分 繁蜀艺术 都是研究美的 那么 我们第一讲 叫汉字 一说汉字啊 就是作为一种美 大家可能会想到 书法 其实书法 我们不包括汉字 中国的汉字 和一般的文字不一样 它除了作为一种 传递信息的工具以外 还具有很强的欣赏性 所以把它列入艺术文化 还有中国民族音乐 戏曲 中国的建筑 都可以列入艺术文化 第四部分呢 我们叫做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呢 是普及面最广的一种 如果说汉字 你书法也好 戏曲也好 它只是一个一类的 文人和唱戏 当然看戏人很多了 那么 你要说这个 直观制度 只设得当官 等等 但是民俗文化 会 诗不诗不诗不的 每一个角落 每个人都进入其中 其中包括 我们要讲的有 饮食文化 习俗 和江湖文化 饮食文化就是说 中国人怎么吃 吃什么 这个方面尤其能够体现中国的特点 还有就是 所谓习俗 就是 比如中国的行业习俗 农业 有什么规矩 银业 或者是一些工商 等等 还有呢 生活习俗 怎么过年 怎么结婚 死了怎么下葬 祝福此类 还得谨记 关于江湖呢 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 武侠小说里说的那个 血与星空的江湖 我告诉大家 那个江湖啊 是小时候家虚构 那部分人 那部分事儿 确实可以例如江湖 但是江湖是很小很小的一步 中国真实的江湖社会 在那里生活的人 大多数人是不会有功夫 他们只是生活的方式 某种手要种不一样 但是他们和我们两个来比 是非常另类 有自己一套 行为素质规则 我们会在最后 讲到江湖 这就是我们下边 会谈到的一些事情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到 第三个问题 中国传统化的特点 关键问题呢 我们会谈到 中国传统文化 有什么特点呢 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么我们在这些说法中啊 我们 哪一条也不能采用 我们自己归纳了一个说法 我们讲三点 归纳三个特点 我们会按照 这样的安排来讲 关于第一个问题啊 各家不同说法 各家不同说法啊 有人统计过 现在已经有了 三百多种不同说法 中国传统化 就中国自己就三百多 比那个文化这个概念呢 还要多 我讲这本课讲了 这么多年了嘛 所以我也买些书啊 凡是完整的阐述 中国文化那个 那个专注 不管哪个学生写的 他就会列自己啊 归纳出几条 中国传统化特点 我手里的问 二三十本 每一本都不一样 由此可见呢 对这个问题 见解 是分约复杂 很难统一 那么 我在讲我们的 下部的分析之前呢 我先要说一下 说 为什么要了解 中国传统化特点 而且我在前面说了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用大段时间来讲 为什么这重要呢 大家学了一个 中国传统化 如果走出去了 有一天你到国外去 人家外国人说了 你是来中国 中国是个文化古国呀 你们的文化有什么特点呢 和没有什么不同啊 你告诉我 你说不知道 那也丢人了 咱们总是至少得知道 我们的文化 别人的文化有什么不同 那就要看特点 特点就是 把此事物 同彼事物 区别开来一个东西 有个比方 假设昨天有个同学 我的同学有个打电话 说飞机波 明天我到小岛看你 我第一次去 你得接站啊 我说不行 我明天上午有课啊 我不能去 那怎么办呢 我第一次我就不认识啊 我就说这样 我派我的学生去见你 然后找个学生 我说你替我一下 我今天上课啊 你替我去把那个朋友接来 学生就说了 我又不认识他呀 我说没关系 我这朋友啊 有特点 你能把他从别人区别出来 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 男的 这一火车下来 大火车都是男的 那 有了 秃头 正光挖量 寸头不生 这可以的吧 这感受可以 但是 这一车下来 一百多个人 要有十个八个秃子也正常 是吧 再说呢 这天老说戴个帽子 你总不能 我和一先生 这风格是对吧 让我再想想啊 有了 我这朋友啊 年轻时候到我爸 从这儿 这也妥了 对吗 妥了 到你都认出来 看着你现在在琢磨 你老是怎么认这种人 咱也不管呢 把人接着再说 特点就是 你一眼就把他 变得出来 来区分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特点 大家就拿去实践一下 看看用这一条衡量啊 能不能把一种现象 去除来 试过中国的文化大事 我先要继续 我先要讲啊 各家不同说法 这个 我不能这三个段都讲 我跳戴上来讲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那咱们下边内容的完整性呢 现在开始休息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刀